啊我的夫妇到了 被绑架了一样 前几天有活动嘛 我好像有二钱来到 一百左右买到她 总之感觉直播特别呆 这个表情 这你看你 我拿针的话是这么大 这挺大的 但是就双马尾里面 就只有这个地方有棉花 这个地方没有 显得有一点空 刘海是可以翻上来的 女孩子有收脸毛 到底有多重要 给大家看看 这么大一张脸 我的天啊 初恋你怎么这么大一张脸呀 太心机了 就开始挑这个 夫妇的时候 我还去问了一下朋友 就是哪个夫妇比较好看 因为她有夏日季的吧 还有冬日季 还有这个 这三个里面选 因为我比较喜欢 诶 是夏日季 那个颜色就是特别好看 但是 最后还是买了这个 因为 就是 很呆 下回再打折的时候 像双十一样 就买那个夏日季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 网上的妹子们 还有更大一号的 就是 就是 我现在抱着它不是这么大吗 这么大一只的 那种是什么呀 求科普 下回买 好吧 现在 顺便放在哪 嗯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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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给大家表演 这样我还是第一种方式 可以 这样 嗯 算是抱枕吧 我应该是不会去抱的 因为我半边睡觉的时候 如果抱一个东西的话 会影响我的发货 影响我这些抱着 一般都是 比如说 这是一张床嘛 我躺在这边 另外一半边躺的全都是娃娃 我之前来住寝室的时候 寝室的床是两米长的吧 我身高就不太高嘛 然后大概 呃能有个 大概 就是再加上枕头 也就是能用个一米六的长度 然后剩下四十厘米 就脚底下那边 全都可以用来放娃娃 然后身旁也可以全都用来放娃 我被娃娃包围着 但是我就不抱他们 最近就是对那个床的占有欲比较强 那他们会占我地方的话 我有的时候就会给他踢到床底下去 所以买的也比较少 今天就是一期 闹嗑视频 是要第一次买福福的视频 说再见啦 拜拜